我覺得 我真的很好吃 Yumi會用另一種方式 陪伴著陳琳媽咪 從2005年的幾月 大家回家 我忘記了 差不多她兩個月大的時候 大家回家 到現在 陳琳和愛犬Yumi 一起度過將近17年歲月 近幾年曾透露她身體狀況走一下波 在2022年的5月5號 本應PO出的Yumi親身照 卻變成了宣布她過世消息的噩耗 現在表示她是今年2月15號 在今年得知她生病得癌症的時候 是真的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Yumi表現得非常的勇敢 她真的是一個讓家人沒有後顧之友的狗狗 然後我們其實待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感覺得到 她用她的方式去表達 她對我們的愛 你可以感覺到她不會讓你擔心 然後她也很努力的想要 讓我們知道 她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福 愛媽咪 不愛媽咪 愛不愛媽咪 愛不愛媽咪 Yumi都乖 Yumi小乖乖 Yumi小乖乖 然後逃跑 這就是我們例行公式 就是她會逃跑 Yumi Yumi Yumi好乖喔 睡著都被我吵醒 Yumi你看 你看 每次睡覺都這樣被我吵醒對不對 然後都想要掙脫 覺得我很煩對不對 Yumi媽幫你做蛋糕唷 等你生日快樂 也要幫你生日快樂 Y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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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 我實在是實在 這就不多了 因為狗狗跟她的氣息 兩個氣息 狗狗瑞的話 活到二十十五好了 其實是十十十一 但是 內也太好了 所以 我 我是 我是真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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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希望 我可以 有 我覺得 我可以 我可以 但是 我覺得 我 真的 很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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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